Cphysics 2003年的第30條 The photograph shows a digital video camera recorder 這個是DV機 現在都很少見的DV機 The recorder has a night shot function 有一個夜拍的功能 Capturing images in the dark 它是用來錄下黑的環境 即是晚上的時候錄到東西 Visual Foreigner The recorder is employed by the recorder in capturing images in the dark 現在是在天黑的時候 其實它在採取什麼的EM wave 你可以當作一個有的生活常識 其實我們是一些夜視鏡 其實我們是應該靠什麼的EM wave去看到東西 通常拍攝的東西都是人或生物 即是會發熱的 會發熱的 所以當我們在天黑的時候 然後在暗的時候 其實就是什麼呢 我們不夠Visable light Visable light不夠 可見光不夠 所以我們看東西就看不到 看不清楚 錄的時候也錄不清楚 所以我們夜視的時候 夜拍或夜視的時候 其實我們靠什麼呢 就是靠被拍的動物 懂得發熱 發熱的時候 其實它們就會釋放Infrared 會釋放Infrared 會釋放Infrared 它會不會釋放UV的 動物如何釋放Infrared 或者釋放Infrared 你現在要釋放它們 它們會釋放Infrared 會釋放Infr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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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釋放Infrared 那一個人釋放Infrared 就能夠經過大氣電波 去通訊 可以用思想 可以經過大氣電波去傳播 這些都是很明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怎樣去靠夜視鏡 其實就是靠我們 因為生物 只要高於絕對零度 其實我們都會釋放Infrared 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可以錄下Infrared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行動